蠻像我們之前的151那一題 就是說你前面前刮虎跟後刮虎 之前的A跟B是固定的 那這一題的A跟B並不是固定的 為什麼?因為可能在後刮虎部分 假設後面那個字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入,可能是接,可能是到 所以我們可以做邏輯判斷 那找完之後的話後面的部分我們用B好了 B等於什麼? B等於實際上找到那個位置 OK,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位置 把它找到的位置這個 把找到的位置把它放到B裡面 那底下的話接,一樣把它複製過來 這邊把它改成接好了 也就是後面那個字的位置 其實我們是先邏輯判斷一下 到底是入呢?還是接呢?還是到? OK,所以這邊都一樣 只是通通把這個位置記到什麼呢? 記到A跟B 這個B裡面 另外的話當然需要A 所以你可以把B做完 上面的部分你可以把它先空下來 把這個邏輯先複製一下 貼到上面來改就可以了 因為A跟B的邏輯其實還蠻像的 差別就是說,前面的話有可能是區 有可能是鋁,有可能是鋁,有可能是鋁 那鋁的話可能要先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貼上之後 把它改一下,這邊改成鋁 如果它有鋁的話,那就幫我找到鋁的位置 那如果它有鋁的話 如果沒有鋁,沒有鋁再來就是找找看有沒有鋁 有鋁的話呢,那就幫我找鋁 那如果沒有... 放錯了,看一下這裡 這個,OK 那如果有鋁的話呢,那就是 找那個鋁的這個字的位置 然後呢,再來就是什麼 鋁再來就是區的,OK 所以這個可能按照順序 如果你順序不對的話 那可能就會出錯了 OK,先找鋁,再找鋁,再找鋁 那位置的話就幫我把它放在A裡面好了 所以有點像跟那個 前面那個151的程式有點類似 差別只是說有沒有做邏輯判斷 好,那再來的話呢,後面就OK了 後面一樣嘛,你就把資料丟出來 所以丟到哪裡呢,丟到那個Sales ID的 這個什麼,F欄 OK,把這個改一下 把它改成F F的話等於什麼呢 等於概念跟資料一樣 密的什麼 密的從哪邊抓 從這邊地址抓 所以把這個儲存格 改成什麼 改成G欄 OK,意思是說從G欄裡面 幫我去切割資料 逗點 那START哪個字開始 之前我們有講過A1 A1的話就是 前刮鬍位置的下一個 那意思是說如果有0 你就找下一個字 所以A加1 對,以1是一樣 逗點 後面什麼 B-A 所以要不要減1 不用減1 為什麼 因為後刮鬍 它本來是不要的 但是我們後刮鬍 其實後面是一個接跟路跟道 那個要 你不能就把它再解 減1的話那個路一接到就沒有了 變中效東沒有路了 OK,所以特別注意 B-A就好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好,程式寫完畢了 OK OK了 所以其實 變成可以先寫這個 我的習慣先寫這個 然後把這個複製過來 把它改成0里區 然後A OK 那有A有B之後呢 那我們就知道前面的位置跟後面的位置 中間的東西就把它切過來 這樣不是OK了嗎 所以其實這招你可以萬用的 很多地方其實都得同 所以這個寫法你可以把它用在其他的地方上面 真的還蠻好用的 邏輯應該也不複雜吧 都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有沒有 只是今天會向下追蹤這個多一個 其他都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OK 如果你沒把握的話 我建議這邊可以設一個中斷點 再執行 它會怎麼樣 先停在這裡 那你再按一下 它會先卡住有沒有 先執行一個給你看 不要一下全部執行錯誤 你也不知道錯哪裡 然後再下一個 有沒有 中效東路 有沒有都OK了 那如果都OK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再點一下 都不要停了 然後呢 再全部執行 它就全部OK了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Ctrl向下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會有一些錯誤的狀況發生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公務員在做這個資料的時候 他有一些錯誤資料 所以要怎麼處理 其實當然喔 這要怎麼辦 算了 就當這樣 就給他控了 要不然的話是 你 甚至可能他在打電話問他 它上面好像有電話 你可以打電話給那個公務員說 你這哪一筆資料是不是有問題 可不可以給我找一下 理論上不應該做這種錯誤 不然的話應該 大概 大概就這個有錯 其他好像都沒有什麼錯誤 OK 所以理論上只有一個地方有錯 它忘了給完整的地址了 OK 所以其實就這一筆 那這一筆怎麼辦 就算了 就當成 你把它保持空白就OK了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那個重點程式 要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 試著寫寫看吧 那另外如果還是有問題的話 我會把這個程式 一樣複製 放一份在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在哪個地方找得到 在第一個單元 雲端白板裡面 我是放第一個單元裡面 有一個那個叫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案件這邊 你把它打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制定函數部分該怎麼改